听众朋友,现在播送武侠小说《神雕侠旅》,作者金庸,由易峰演播。 一阵柔软的歌声飘在烟水蒙蒙的湖面上,一艘小船之中,船中五个少女贺歌嬉笑荡舟彩莲,她们唱的曲子是北宋大词人欧阳修所作的《蝶恋花》,当时正是南宋的李宗年间,地处嘉兴南湖。 这一阵歌声传入了湖边一个稻姑的耳中,她在一排柳树下巧立已久,晚风浮动她杏黄色稻袍的下摆,浮动她镜中所插浮沉的万缕柔丝,心头思潮起伏, 当真是芳心只供思争乱。 只听着那歌声渐渐的远去,又飘过欧阳修另一首《蝶恋花》词来,微风隐隐地送过两句, 《风月无情,人暗幻,旧游如梦,空长断》。 那道姑一声长叹,提起了左手,瞧着染满了鲜血的手掌,喃喃地自语。 哼,那又有什么好笑,小妮子只是瞎浑唱,却不解词中的相思之苦,惆怅之意。 在那道姑身后十余丈处,一个轻桃长须的老者也是一直瞧立不动, 只有当风月无情,人暗幻,旧游如梦,空长断那两句传道之时, 他发出了一声极清极清的叹息。 小船在琉璃般的湖面上划过, 周中五个少女中有三人十五六上下, 另外两个都只有九岁。 两个幼女是钟表之亲, 表姐姓程,单名一个英字, 表妹姓陆,名无双, 这两人相差半岁。 三个年长的少女唱着歌, 把小船从荷叶丛中荡了出来。 承英说道, 表妹你瞧,那位老伯伯还在那儿。 说着她伸手,指向垂柳下面的那个人。 那人是满头的乱发, 红须也是蓬蓬松松的, 像是刺猬一样, 须发是油乌黑亮, 照说年纪也不大, 可是满脸皱纹身线, 却像是个七八十岁的老翁, 身上穿着一件蓝布的长褂, 镜香中还挂着个婴儿所用的锦段围炎, 围炎上绣着幅花猫铺蝶图, 显然已经陈旧破烂了。 表妹路无双回答道, 这个怪人在这儿坐了老半天了, 怎么动力不重? 你别叫怪人, 他叫老伯伯, 你叫他怪人, 他要生气的。 嗯? 他还不怪吗? 这么老了, 头里还挂着个围炎? 他要是生气了, 要是胡子都翘起来, 那才好看呢。 说着他从小舟当中拿起了一个脸碰, 往那个人头上置了过去。 小船跟那个怪客相距数丈, 陆无双年纪虽小, 可手上的尽力竟是不弱, 这一致也很准, 成英叫了声, 表妹, 刚要阻止, 已然来不及了, 只见那脸碰往那怪客脸上飞过去, 那怪客头一仰, 已经咬住了脸碰, 也不伸手去拿, 舌头一卷, 咬住脸碰, 便大嚼了起来。 五个少女见他竟然不拨出脸子, 也不怕苦涩, 就这么连半带衣的吞吃了, 相互望了几眼, 都忍不住咯咯而笑, 一面划船进前, 走上岸来。 成英走到那人身边, 拉一拉他衣尖, 老宝宝, 这人不好吃的, 说着他从衣袋里, 又取出了一个脸碰, 劈开了脸房, 拨出了十几颗脸子, 再将脸子外边的青皮撕开, 取出了脸子中苦味的芯, 然后递在那个怪客手中, 那怪客嚼了几口, 觉得滋味清香鲜美, 跟刚才所吃的那个大不相同, 他咧嘴向成英一笑, 点了点头, 成英又剥了几枚帘子递给他, 那怪客一把抛入口中, 乱嚼了一阵, 梁天说道, 跟我来, 说着便大踏步向西走, 陆无双一拉成英的手, 表姐, 咱们跟他去, 那三个年长一点的女伴胆小, 快回家去吧, 别走远了, 惹你娘妈, 陆无双扁了扁嘴, 扮了个鬼脸, 见那怪客走得很快, 你不来算了, 说着他放了表姐的手, 向前追过去, 那位怪客步子很大, 见成英和陆无双, 二人不小跟不上, 先前还停步等了几次, 到后来是不太烦起来, 突然转身, 长臂那么一身, 一手一个, 把两个女孩夹在了叶下, 飞步而行, 俩女孩只听见耳边的风声洒然, 路上的石块和荆草, 不住的在眼前移动, 陆无双害怕了起来, 哎呀, 放下我, 放下我, 那个怪客却不理他呢, 反而走得更快, 陆无双扬起头来, 张口往他手掌上咬过去, 那怪客手掌一碰, 把陆无双的牙齿 撞得隐隐的生疼, 陆无双只好松开了牙, 一张嘴可不闲着, 拼命的是大叫大嚷, 成英呢, 却是默不作声, 那怪客又是奔了一阵子, 将二人放下地了, 那地方是个坟场, 成英的小脸下成了惨白, 陆无双却胀得满脸通红, 成英说道, 老伯伯, 我们要回家了, 不跟你玩了, 那怪客两眼瞪视着他, 一言不发, 成英见他目光之中, 流露出一股, 哀愁七晚, 自怜自伤的神色, 不自禁地起了同情之心, 啊, 要是没人陪你玩, 明天你再到湖边来, 我剥帘子给你吃, 是啊, 十年了, 十年来, 都没人陪我玩, 突然间目陷凶狠, 何元军啊, 何元军, 到哪儿去了, 成英见得突然间声色俱立, 心里边害怕了, 我, 我, 我不知道, 那怪客抓住成英的手臂, 把他身子摇了几摇, 何元军啊, 成英给他吓得几乎要哭了出来, 泪水在眼眶中滚来滚去, 却始终没有留下, 那怪客咬牙切齿地说, 哭啊, 哭啊, 你干嘛不哭, 哼, 你十年前就是这样, 我不准你嫁给他, 你说你舍不得离开我, 可是非跟他走不可, 你说你感激我, 对你的恩情, 离开我心里很难过, 呸, 都是骗人的鬼话, 你要是真的伤心, 为什么又不哭, 他狠狠地凝视着成英, 成英早就给他吓得脸无人色, 可是泪水, 却总是没掉下来, 那怪客用力摇晃着他身子, 成英牙齿紧咬着嘴唇, 心中说, 我不哭, 我就是不哭, 你不肯为我掉一滴眼泪, 你一滴眼泪舍不得, 我, 我活着还有什么用, 猛然间地放脱了成英, 双腿一弯, 矮着身子往旁边的一块墓碑上, 蹬着一声, 撞了过去, 顿时, 把自己给撞晕了, 沐双一拉表姐, 表姐, 快逃, 他拉着成英的手转身就要走, 成英奔出了几步, 回头看见那怪客头上是鼓鼓冒着血, 他心中有些不忍, 啊, 老伯伯, 被撞死了, 咱们瞧瞧他去, 啊, 他死了, 那不变成鬼了吗? 成英也吃了一惊, 既怕那老伯伯变成鬼, 又怕他忽然醒过来, 再抓着自己, 说些什么古里古怪的疯话, 可是见他满脸的鲜血, 实在是可怜, 他自己安慰自己, 老伯伯不是鬼, 我不怕, 他不会再抓我, 一边一步一步地缓缓走近, 老伯伯, 你, 你疼吗? 那怪客, 呻吟了一下, 却没回答, 成英的胆子又大了一些, 取出手帕, 给他按住了伤口, 但是他这一状之事, 实在是猛热, 头上伤得很厉害, 转眼之间, 一条手帕, 就给鲜血浸透了, 成英用左手紧紧地按住伤口, 过了一会儿, 鲜血不再流了, 那怪客, 微微地睁开眼睛, 见成英坐在身旁, 唉, 你又来救我干什么, 还不如, 让我死了干净, 成英见他行转过来, 很是高兴, 你头上疼不疼了, 那怪客摇摇头, 头上不痛, 心里痛, 成英听得奇怪, 怎么头上破了这么大一块, 头上不痛, 反而心里痛呢, 当下他也不敢多问, 解下了腰带, 给他包扎好了伤口, 那怪客叹了口气, 站起身来, 你是永远不肯再见我了, 那么, 咱们就这么分手了吗, 你一滴眼睛也不肯为我溜吗, 成英听他这话, 说得很是伤心, 又见他一张丑脸上, 虽然是鲜血斑斑, 很是吓人, 可是眼中却满含着球肯之色, 他忍不住心中酸楚, 两道泪水夺矿而出, 那怪客见到成英的眼泪, 脸上神色又是高兴, 又是凄苦, 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成英见他哭得心酸, 自己的眼泪, 更是像真珠断线一般, 从脸颊上滚了出来, 轻轻地伸出了双手, 搂住了那怪人的脖子, 陆无双站在旁边, 见他们二人莫名其妙地搂着痛哭, 一股笑意从心底里直透了上来, 再也忍耐不住, 是纵声哈哈哈哈大笑了起来, 那怪客听到了笑声, 仰天长叹, 哎, 是啊, 是啊, 子依里说, 永远不离开我, 年纪一大, 并且过去说的话, 全都忘了, 只记着这个心相识的小白脸, 你, 你笑得可真开心呢, 他低头再仔细地看着成英, 是的, 是的, 你是阿元, 是我的小阿元, 我不许你走, 不许你跟那个小畜生, 小白脸地走, 说着他紧紧地搂住了成英, 陆无双剑的神情激动, 也不敢再笑了, 那怪客继续说道, 阿元, 我可找到你了, 咱们回家去, 从今以后, 你永远跟着爹爹在一起, 老伯父, 老伯父, 我爹爹咋死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 我是你的义父, 你不认识了吗, 成英, 微微摇摇头, 我没有义父, 那怪客大叫了一声, 狠狠地把成英推开, 阿元, 你连义父也不认识了, 老伯伯, 我, 我家成英, 不是你的阿元, 你, 你不是阿元, 不是我的阿元, 对, 对呀, 二十多年之前, 阿元才像你这般大, 现今那阿元, 早该长大了, 早大的不认得爹爹了, 他的心眼中, 就只有陆展元那个小畜生, 陆无双和成英同时啊的一声, 陆展元, 怪客又动视着成英, 你认得陆展元是不是, 陆无双微微笑着, 我自然认得, 他是我大伯, 那个怪客突然满脸, 都是狠立之色, 他伸手抓住陆无双的双臂, 他, 他这个, 这个小畜生, 在哪儿, 快带我去找他, 陆无双很是害怕, 可脸上, 却仍带着微笑, 我, 我大伯, 做得很近, 你真的要找他, 是, 是的, 我在嘉兴, 已经找了整整生平, 就是要找这个小畜生算账, 小娃娃, 你带我去, 老伯伯, 不跟你为难, 啊, 他语气, 渐转柔和, 说着, 放开了手掌, 卢双右手抚摸着左臂, 我给你抓得好痛, 我大伯在哪里, 我故意忘记了, 那怪客双眉直视, 就要发作, 可随即想到, 欺辱这样的一个小女孩, 很是不应该, 那丑陋的脸上, 又露出了笑容, 他伸手露怀, 嗯, 是公公不好, 给你, 赔不是了, 公公, 给你堂吃, 可是他那一只手啊, 在怀里, 始终也伸不出来, 显然是摸不到什么糖果, 陆无双拍手笑道, 你没躺, 你骗人, 也不害羞, 好吧, 那, 我跟你说, 我大伯呀, 就说那边, 他手指着两株高耸的大槐树, 就那边, 怪客长地伸出, 又把二人夹在了叶下, 飞一步, 向那双槐树奔过去, 他是急冲直行, 遇到小西族, 纵越急过, 片刻之间, 三个人已经到了槐树之旁, 那怪客放下了两人, 就像槐树下赫然并列着两座坟墓, 一座墓碑上写着, 陆宫展园之墓, 另一碑上则是陆门和夫人之墓, 墓盘青草齐树, 显然是安葬已久了, 那怪客呆呆地望着墓碑, 自言自语, 陆宫展园这小畜生死了, 什么时候死的, 陆无双兮兮地笑着, 死了也三年了, 死得好, 死得好, 只可惜我不能亲手取他狗, 那怪人是仰天长笑, 笑声远远地传了出去, 声音之中满是哀愁愤懑, 却没有什么欢乐之意, 这时天色已经晚了, 绿阳青草之间, 笼上了淡淡的烟雾, 陆无双拉了拉表姐的衣袖, 咱们回去吧, 那怪人突然说了, 小白脸死了, 阿元还在这里干嘛, 我要接他回大理, 喂, 小娃娃, 你带我去找你, 你, 你那个死大伯的老婆去, 陆无双向旁边的墓碑一指, 你没见吗, 我大妈也死了, 那怪客是纵身越级, 什么, 你, 他, 他也死了, 陆无双吓得是脸色惨白, 是爹爹说的, 我大伯死了之后, 我大妈跟你也死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别吓我, 我怕, 那怪客是垂胸大叫, 他死了, 他死了, 不会, 不会, 你我还没见过面, 绝不能死, 我跟你说过, 十年之后, 我定有了机灵, 你, 你怎么不等我, 这个怪人是狂叫猛跳, 视若疯狐, 他忽然横腿扫出, 咔的一声响, 右手那株大槐树被他踢得不住的摇晃, 成英和陆无双拉着手退得远远的, 只见那怪人忽然抱住那株大槐树, 用力的摇动起来, 你亲口答应我的, 难道就忘了吗, 你说要和我再见一面, 怎么不算数, 喊了后来, 他声音一渐渐的嘶哑, 他忽然蹲下了身子, 双手运劲, 头上的热气, 缓缓的冒起, 猛听起, 嘎啪一声巨响, 那株大槐树竟然从中间断成了两截, 他抱着半截槐树, 发了一阵的呆, 死了, 死了, 他突然, 兄弟奋力挥动, 那半截槐树远远的飞了出去, 游在半空中张开了一顶大伞, 成英和陆无双小姐妹俩, 在湖边, 忽然遇到了一个怪人, 这怪人, 非逼着他们俩说出, 陆展园住在什么地方, 陆展园是陆无双的大伯, 告诉他, 就住在那两个高耸的大槐树下, 那怪客长地伸出将两个人夹在叶下, 飞一步的向那双槐树奔过去, 他急冲直行, 遇到小溪主路, 一纵即过, 片刻之间, 三个人就到了槐树的旁边, 那怪客放下两人, 却见槐树下, 赫然并列着两座坟墓, 一座墓碑上写着陆宫展园之墓, 六个字, 另一碑上则是陆门和夫人之墓, 七个字, 墓盼青草齐兮, 显然是安葬已久了, 那怪客呆呆地望着墓碑, 自言自语, 陆展园这小畜生死了, 什么时候死的, 陆无双下去记得道, 死了有三年了, 那怪客冷笑道, 死得好, 死得好, 可惜我不能亲手取他的狗命, 说完哈哈哈哈仰天大笑, 笑声远远地传了出去, 那笑声中充满了哀愁, 愤懑, 但是没有欢乐, 此时天才已晚, 绿阳青草之间已经拢上淡淡的烟雾, 陆无双拉拉拉表姐的衣袖, 低声说道, 咱们回去吧, 那怪客道, 小白脸死了, 八人还在这里干什么, 我要接他回大理去, 诶, 小娃娃, 你带我去找你, 找你那个死大伯的老婆去, 陆无双向着墓碑一指, 你没看见吗, 我大妈也死了, 那怪客纵身跃起, 叫声如雷猛喝道, 你这话是真是假, 他, 他也死了, 卢双脸色苍白, 颤声说道, 是爹爹说道, 我大伯死了之后, 大妈也跟着死了,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你别吓我, 我怕, 那怪客垂胸大叫道, 他死了, 他死了, 不会的, 你还没见过我的面, 绝不能死, 我跟你说过的, 十年之后, 我定要来见你, 你, 你什么都等着我, 他狂叫猛跳, 像一只疯虎, 突然横腿扫出, 咔的一声, 将右手那株大槐树, 踢得不住的摇晃, 枝叶树树的作响, 成英和陆无双拉着手, 退得远远的, 只见那怪人, 护得抱住那株大槐树, 用力的摇晃, 好像要将它拔起来, 但是那株大槐树, 枝干很粗, 枝叶很密, 哪里拔得起来呢, 那怪人高声大叫道, 你亲口答应的, 你让他就忘了吗, 你说过, 要和我再见一面, 这么答应了的事, 不算数, 喊到后来, 声音渐渐的嘶哑, 他蹲下身子, 双手运劲, 头上热气缓缓的冒起, 像蒸笼一样, 手臂上肌肉球节, 躬身拔背, 猛含情, 急, 但是却未能将那槐树拔起, 只听了咔嚓一声巨响, 竟然从中间断为两截, 他抱着半截的槐树, 发了一阵子呆, 轻声道, 死了, 死了, 举起槐树, 奋力的治了出去, 那半截槐树远远的飞过去, 有如在半空中张开了一顶大伞, 那怪人呆立在墓前, 喃喃的说道, 不错, 路门何夫人, 那就是阿元了, 他眼睛一花, 那两块石碑, 幻化成了两个人影, 一个是年华微笑, 明眸流畔的少女, 另一个却是长身玉立, 神情潇洒的少年, 两个人并肩而立, 那怪客睁眼骂道, 你又怪我的官女儿, 我一直颠死你, 说法伸出幼稚, 击身直径, 蒙往那少年的胸口搓去, 突然间, 觉得食指剧痛, 原来这一指, 是点中了石碑, 那个少年的身影, 却隐隐的不见了, 怪客大怒骂道, 你逃到哪里去, 所掌跟着击出, 一双手掌啪啪啪, 两下都击打在石碑上, 他越打越怒, 掌力也越来越凌厉, 打了十余掌, 手掌上已是鲜血淋漓, 成英在一边, 心中不忍圈道, 老伯伯, 老伯伯, 别打了, 你可要打疼了自己的手的, 那怪客哈哈哈哈大笑道, 哈哈哈哈, 我不痛, 我不痛, 我要打死陆战元这小畜生, 他自己纵声大笑, 笑声呼人, 停下来, 呆了一呆, 叫道, 我, 我非见你的面不可, 非见你的面不可, 双手猛力的伸出, 十根手指, 像锥子那样, 插入了那座路门和夫人坟墓的土中, 等手臂缩回来, 已将坟土抓起了两大块, 只见他两手手掌有如铁铲, 随起随落, 将坟土一块一块的铲起来, 成英和陆无双二人吓得脸无人色, 不约而同地转身变逃, 那怪客在全神贯注的挖坟, 却没留意, 前面二人急奔了一阵子, 转了几个弯, 不见那怪人追过来, 这才稍稍地放心, 二人已经不认识回家的路了, 沿路向乡人打听, 直到天色大黑了, 方才进了陆家庄的大门, 陆窗一进门口便张口嚷道, 不好了不好了, 爸妈, 快出来呀, 你不疯着在挖大婆大妈的坟, 飞跑着闯进了大厅, 只见父亲陆立顶抬起了头, 呆呆地望着墙壁, 成英也跟着跑进了大厅, 跟陆无双一起, 顺着一仗陆立顶的目光望去, 只见墙壁上印着三排手掌印, 上面两个, 中间两个, 下面是五个, 一共是九个, 每个掌印都烟红如血, 陆立顶听女儿叫嚷忙问道, 你说什么, 陆无双叫道, 有个疯子在挖大伯大妈的坟, 陆立顶一惊, 站起身来喝倒, 胡说, 成英说道, 一招是真的呀, 陆立顶知道, 自己女儿刁针顽皮, 精灵古怪, 但是成英却从来不说谎, 问道, 什么事, 于是小姐妹俩叽叽咯咯的, 将刚才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陆立顶心之不妙, 不等他们说完, 从壁上摘下单刀, 朝凶嫂的坟上积奔而去, 等跑到了坟前, 只见不但凶嫂的坟墓已经被挖破了, 连二人的棺木也都打开了, 当她听到女儿说有人挖坟, 此事远在意料之中, 但是亲眼见到仍不禁心中砰砰的乱跳, 棺木中尸首已经是踪影全无, 棺木中的石灰, 纸巾, 棉垫等已经是凌乱不堪, 陆立顶定了定神, 只见两具棺木的盖上, 还留着许多铁器斩鑿的印痕, 不由得既悲又愤又惊又疑, 刚才也没细问女儿, 不知这道士的恶贼跟凶嫂有何深仇大冤, 在他们死后还来毁尸泄愤, 当即提刀追赶, 陆立顶一身的武功都是兄长陆展元所传, 而且生性淡薄, 加上家道殷屎, 一生都是习风吕后, 从来不到江湖上行走, 可以说是权无阅历, 又缺乏应变之才, 也找不到什么道士贼的踪迹, 兜了个圈子之后又回到了坟前, 就没了半点主意了, 呆了半晌只得回家, 他走进大厅, 坐在椅子中, 顺手将单刀煮在椅子边上, 望着墙壁上的九个血手印呆呆的出神, 心中只是想, 哥哥临死之前曾说过, 他有个仇家, 是个道姑, 名叫李莫愁, 外号赤炼仙子, 武功济高, 形势又是心狠手辣, 预料在他成亲之后十年, 要来找他夫妻报仇, 那时候, 兄长陆展元跟他说, 我此病已然不治, 这场冤仇, 来赤炼仙子是报不成的, 再过三年, 便是他来报仇之气, 你无论如何要劝你嫂子远远地避开, 当时陆丽鼎含泪答应, 不料嫂子在哥哥逝世当晚, 便自吻熏夫了, 哥哥已经去世三年了, 算来正是那道姑前来报仇之期, 可是凶嫂既然已经去世了, 冤仇什么的, 也应该一笔勾销了呀, 那个道姑又来干什么呢? 兄长陆展元曾经说过, 那道姑杀人之前, 往往先是在那个人家中, 墙上或者是门上, 印上血手印, 一个手印便杀一个人, 可是我们家连长公婢女, 总共加起来, 也不过才七个人, 怎么他就印上了九个手印? 哦, 对了, 他先印上了血手印, 才得知我凶嫂已死, 然后便派人去绝坟道尸, 这个女魔头, 当真是恶毒, 我今日一直在家, 这九个血手印, 却是什么时候留下的呢? 如此神不知鬼不觉的下手, 死人, 死人, 想到这儿, 他不由地打了个寒枕, 背后脚步细碎, 一双柔软的小手蒙住了他的双眼, 听他女儿的声音说, 爹爹, 你猜我是谁? 这是陆无双, 从他小时候就跟父亲玩惯了的玩意儿, 他三岁的时候, 伸手蒙住了父亲的双目, 说道, 爹爹, 你猜我是谁? 令他的父母大笑了一场, 从此以后, 每当父亲闷闷不乐的时候, 陆无双总是用这个法子来引他高兴, 陆立鼎纵然是在盛怒之下, 被爱女这么一斗, 也必然是怒气尽消, 可是今天, 他却没心思再与爱女戏耍了, 扶开了他的双手, 也得没空, 你到里面玩去, 陆无双一呆, 自从小时候, 双双便得父母的爱宠, 难得见他如此不理睬自己, 小嘴一缺, 刚要撒娇, 跟父亲不依不饶, 只见男仆阿根, 匆匆地跑了进来, 垂手禀道, 少爷, 外面来了客人, 陆立鼎挥挥手道, 你说我不在家, 阿根说道, 少爷, 那大娘不是要见你, 是过路人要借宿一晚, 陆立鼎惊道, 什么, 是娘们, 阿根说道, 是啊, 那大娘还带了两个孩子, 嘿, 长得怪俊的, 陆立鼎听说那女客还带了两个孩子, 稍稍放心了, 问道, 她不是道姑, 阿根摇摇头, 不是, 穿得干干净净的, 瞧上去, 倒像是好人家的大娘, 陆立鼎说道, 好吧, 你照顾她到客房去安心, 饭菜相待就是了, 阿根答应着去了, 陆无双说道, 我也查查去, 随后奔了出去, 陆立鼎站起身来, 正要入内跟娘子商议如何应敌, 娘子陆二娘已经走到了厅上, 陆立鼎将血手印指给她看, 又说了, 坟墓被挖之事, 陆二娘皱着眉道, 那两个孩子送到哪里去躲避呢, 陆立鼎指着墙上的血手印道, 这两个孩子也在树内, 这魔头既按下了血手印, 只怕轻易的躲不了, 咱们两个也网字练了这么些年, 这些人的武功, 这人进出我家, 我们竟然没有半点知识, 这,这, 陆二娘望着白墙, 抓住椅背, 为什么她印了九个手印呢, 咱们家里只有七口啊, 她两句话出口, 手足酸软, 愣愣地望着丈夫, 竟要流下泪了, 陆立鼎, 伸手扶住她的臂膀, 娘子, 事到临头, 也不必害怕了, 上面这两个手印, 是要给哥哥和嫂子的, 下面两个, 自然是打在你我身上了, 第三排的两个, 是对付吴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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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嫂都死了 他仍要派人从坟里掘出他们的遗体来凌辱 陆二娘说道 你说那疯子是他派来的 这个自然 陆二娘见丈夫满脸汗水尘土 柔声说道 回房去擦个脸吧 换件衣服 好好休息一下再说 陆立鼎站起身来 跟娘子定监回房 娘子 陆家满门 今日若是难逃一死 也让咱们死得不堕了凶臊的威名 陆二娘心中一酸 二爷说的是 夫妻二人君想 陆立鼎虽然借借无名 可是他的兄长陆展元 何元君夫妇 却是侠名震于江湖 嘉兴陆家庄的名头 在武林中 向来是无人敢小觑的 二人走到后院 忽然听着 东边墙壁上咔啦的一响 高处有人 陆立鼎墙上一步 挡在妻子身前 抬头看时 却见墙头坐着一个男孩 伸手正去摘那灵霄花 又听到墙角边有人叫道 小心啊 别掉下来 原来成英 陆无双 还有另外一个男孩 正守在墙边的花丛之后 陆立鼎心想 这两个孩子 想必是借宿那家人的 怎么如此顽皮 墙头的那个男孩 摘了一朵花 陆无双叫道 给我给我 可是那男孩一笑 却把花向成英治过去 成英伸手接过来 递给表妹 陆无双却恼了 将花丢在地上 又踏了几脚 稀罕吗 我才不要呢 陆氏夫妇见孩子们 正玩得起劲 全然不知 一场血腥大祸 已经拓在眉睫 叹了口气 一同回到了房中 成英和陆无双姐妹俩 陪伴着黄蓉 出城来寻找郭湘 在百花谷中 遇上了老顽童周伯通 伊登大师和英姑三人 劫炉而居 当晚黄蓉等三人 就在英姑的茅屋中歇宿 第二天早晨 黄蓉起身 走出了屋外 只见周伯通手掌当中 拖着一只御风 手舞足蹈 得意非凡 黄蓉笑了 老顽童 什么事啊 这么高兴 小黄蓉 我的本事越来越高强 你不服 黄蓉素来知道 这老顽童周伯通啊 生平有两大喜好 一是玩闹 二是舞学 这十余年来 隐居荒谷 他潜心练武 想来又有什么分心二用 双手互搏之类的 古怪高明的武功 创出来了 倒也想见识见识 老顽童 我早晓的时候呢 便佩服你佩服的五体投地 那还用问 这几年来 又想出了什么奇妙的功夫 周伯通却摇摇头 博士 博士 近几年来 最好的武功 便是杨阔那个小娃子 所创的黯然销魂掌 哎呀 老顽童是自愧不如 武学一道 且莫提起 王荣心中 烂烂的称奇 杨阔这孩子 当真是了不起 小则小郭香 老则老顽童 人人都对他惊倒 不知他那黯然销魂掌 又是什么门道 于是便问 那你越来越高强的是什么本事啊 周伯通是首掌高举 拖着那只御风 洋洋自得 就是我养风的本事 黄荣撇了撇嘴 这御风是小龙女送给你的 有什么稀奇了 这个你就不懂了 小龙女送给我的是御风 固然是极宝贵的品种 但是老顽童亲自加以培养 更是养出了一匹天下无双 人间罕见的一种 当真是乔得天公 当真是乔得天公 造化之奇啊 就算造化之奇 也没有如此乔法 黄荣是哈哈大笑 哎哟 老顽童 真是越老越不要脸 这一场法罗吹得乌之响 你这张脸皮啊 可当真是天下无双 人间罕见的一种啊 翘得天公 其余造化 这周伯通也不生气 笑嘻嘻的说 嘿嘿 我说小黄哦 我且问你 人乃是万物之灵 这身上有刺花刺刺 刺盘龙虎豹的 或者写什么天下太平之类的 但是除了人之外 这禽兽虫蚁身上 可有刺刺的 啊 这虎有黄斑 抱有金钱 至于蝴蝶毒蛇身上的花纹 更是其余刺花十倍 那你见过这虫蚁身上 有刺刺的没有 你 你是说天生的吗 那倒是没见过 嗯 好吧 嘿嘿嘿 今儿个就给你开一开眼 说着老顽童把左手伸到了黄荣的眼前 只见他掌心中拖着的那只巨蜂的双翅上 果然似有几个字 黄荣是凝目望过去 只见那御蜂的右翅上有 琴谷底三个字 在左边翅膀上有我在绝三个字 每个字都是细如米粒 但是笔划清楚 显然是用极细的针刺成的 黄荣是大感奇怪 他口中喃喃的念着 琴谷底 我再绝 琴谷底 我再绝 他心想 这六个字 绝非是这蜜蜂天生的 乃是有人故意刺成的 按照这个老顽童的性格 绝不会做这般水墨的功夫 可是一转面 他又笑了 那又是什么天下无双 人间罕见了 你磨着婴姑 让他用绣花针 刺上这六个字 难道还想瞒得了我吗 周伯彤一听啊 顿时涨红了脸 不 你这就问婴姑去 看看是不是他所刺的字 哼 那 婴姑到时候 还不会给你圆谎吗 你说太阳咋西边出来 他也会说 不错 太阳自然是咋西边出来 谁说是东边出来的呀 周伯彤的一张脸 气得是更红了 而且还含着三分害羞 三分尴尬 还有三分受到冤枉的气呢 他放飞了掌宗的御风 一把抓着黄荣的手 来来来 我 我叫你亲眼条 说着 他就拉着黄荣 走到山坡边的一个蜂巢旁边 这个蜂巢 孤零零的竖在一旁 跟其余的蜂巢都不在一起 周伯彤手一扬 又抓了两只御风 请看 黄荣宁目看过去 只见这两只御风双翅上也有字 那六个字也是一模一样 右边翅膀上是 情谷底 左翅 则是我再绝 黄荣大旗 暗想 造物虽然旗 也绝不会造出这样一批蜜蜂之礼啊 其中必有缘故 哎 老顽桃 你再抓几只来瞧瞧 周伯彤又捉来了四只 其中有两只翅膀上没字 另外两只 双翅上都四折六个字 他见黄荣低头沉吟 显然已经服输了 不敢再说是因蛊所为了 他高兴起来了 嘿嘿 怎么样 咱有什么话说 嘿嘿 今日可服了老顽桶了吧 黄荣沉吟着没答话 只是轻轻的念着 情谷底 我在绝 情谷底 我在绝 他念了几遍 随即醒悟过来了 哎呀 那是 我在绝情谷底 是谁在绝情谷底啊 难道是香儿 活龙不由的心中 砰砰乱跳 侧头向周伯通说道 老顽桃 这窝御蜂 不是你自己所养 是他外面飞过来的 是不是 这周伯通脸上一红 可真奇怪了 你怎么知道 我怎么不知 这窝蜜蜂飞到这里 有几天了 啊 这些御蜂飞过来 有好几年了 只是最初 我没察觉到 这翅膀上生白有字 直到几个月之前 才偶尔见到 当 当真是有好几年了 是啊 难道连这个 也用得着骗你 黄荣又沉淫了半赏 回到了毛屋中 和伊登大师 陆无双 陈莹等人商议 都觉得 这绝情谷底 必有欺诚 黄荣挂念这女儿 当下便要启程 跟陆无双姐妹 前去一探 伊登大师说道 左右无事 咱们便也同去走走吧 那日令爱来死 这小姑娘 慷慨豪迈 老僧也很喜欢她呀 黄荣 黄荣当即败信 可心中却平添了一层隐忧 伊登大师 定是料想乡儿遭逢了危难 否则 他何必会舍却 幽居清修之乐 应一同赶去呢 这周伯通啊 只要一听说是有热闹 他如何能留得下 坚持要跟英姑等随纵同情 黄荣建平添了三位高手相助 他心下也宽了不少 心想 凭着自己这一行六人 不论是斗智斗力 只怕当时再没有敌手 香儿即便是落入奸人之手 也必然能够救得出 于是 这六人双雕 结伴西行 杨过在三月初二 抵达了绝情谷 比起十六年前 和小龙女的如约之期 还早了五天 此时绝情谷中 人烟绝踪 当日公孙芷夫妇 众绿衣弟子 所建的广煞华居 早已经是毁败不堪 杨过自打在十六年前 离开了绝情谷之后 是每隔数年 必来着谷中居住上数日 他心中 总是存了万一之想 说不定的南海神尼 会大发慈悲 突然提早许可 小龙女北归 虽然每次 都是突然苦后 费人而去 但是每来一次 总是跟这约妻 近了几年 此刻再临旧地 只见金莽森森 空山寂寂 仍然是毫无曾经有人 盗过的迹象 当下他奔到了断肠崖前 走过了石梁 抚摸着石壁上 当年小龙女用剑尖 滑下的字迹 他手指牵入每个字的笔划当中 一笔一笔地顺着石缝的青苔 摸过去 那两行大字 小字显现了出来 他轻轻地念着 小龙女 书主夫君养朗 珍重万千 物求相聚 他不禁一颗星 碰碰地跳动 侠士们其实并非只在武侠小说里出现 生活中也处处可见 侠甘义胆 仗义直言之人 我们希望侠士越多越好 我是易峰 稍后请继续收听 平宗侠影之 神雕侠旅 这里是天津人民广播电台 中播666千克 神奇的故事 多彩的人生 近代小说广播 这里是天津电台 小说广播 请您继续收听 有人说武侠小说就是成年人的童话 我相信 你呢 我是易峰 欢迎您收听我播讲的神雕侠旅 这一日当中 他就这样痴痴的呆望着那两行字 当晚他系了绳索 在双树间睡着了 第二日在谷中到处咸游 见西年自己和成英路无双 铲灭的琴花花树已不再重生了 他细称之为龙女花的红花 却开的是云霞灿烂 如火如锦 于是他摘了一大树龙女花 堆在了段长崖前的那一行字旁 就这样 苦苦的等候了五日 到了三月初期 他已经是两日两夜 未曾合眼入睡 到了这一日 更是不离开段长崖半步 此大早晨到中午 从中午又到了下午 每当是风动树梢 花落临终 他心中就是一跳 越起来四下搜寻张望 却哪有小龙女的踪影 自从听了黄耀师的那几句话后 他已经知道什么大智岛南海神泥云云 乃是黄龙捏造出来的鬼话 可是这牙上的刺激 却是小龙女所刻 半分也不假 只是盼望着 他能够言而有幸 终于前来相会 眼见着太阳 缓缓地落山 杨过的心 也是跟着太阳 在不断地下沉 下沉 当太阳的一半被山头折磨的时候 杨过大叫了一声 急忙奔上了山峰 身子到了高处 只见太阳的圆脸重新又完整了 他心中略略一宽 只要是太阳不落山 那么三月初期这一日 就算是没有过完 可是 虽然直到他登上了最高的那个山峰 这太阳 还是落入了地下 他巧立在山边 四顾苍茫 只觉着寒气清体 目色逼人而来 站了一个多时辰 竟然是一动也不动 再过了半天 半轮月亮已经慢慢的移到了中天 不但是这一天已经过去 连这一夜也快过去了 小龙女始终没有来 她就像是一具石像一样 在山顶待立了一夜 直到红日东升 四下里小鸟鸠鸣 花香浮动 春意正浓 她心中 却是像一片寒冰 好像是有一个声音 在耳边不住的响动 傻子 她早死了 在这十六年之前 就早已经死了 她自知中毒难遇 你绝技不肯毒活 因此 徒了自尽 却骗你等她了十六年 傻子 她待你如此情深义重 你怎么到今日 还不明白她的亲意 杨过就像是一具行尸走肉一番 亮呛着下了山 一日一夜 不饮不食 但觉着纯造舌交 走到了小溪之房 她居水而饮 可是一低头 猛然见水中的倒影 两鬓 竟然是白了一片 此时 杨过正年方三十六岁 正当年富力强的时候 不该是头发就白了 更因为她内功精纯 虽然是一生 艰辛颠沛 但向来头发上一根银丝也没有 突然见到两臂如霜 满脸的尘土 几乎已经不认识自己了 她伸手在鹅角的发际上 拔下三根头发来 但这三根当中 倒有两根是白的 差时之间 她心中想起了几句词了 十年生死 两茫茫 不思量 自难忘 心里孤焚 无处化凄凉 纵是相逢 英不识 尘满面 病如霜 这是苏东坡 盗王之词 杨过一生前夕学武 读书不多 而数年前 在江南的一家小酒店的墙壁上 偶尔见到提着这首词 只觉着情深一针 她随口念了几遍 这时候想起来 已经不记得是谁做的 心想 她是十年生死两茫茫 我和龙儿却已经相隔了十六年了 她尚有个孤坟 知道爱情买骨之所在 而我 却连妻子葬身何处 也不知道 接着她又想到了这首词的下半却 那是作者一梦到王妻的情境 夜来幽梦 呼还香 小轩窗 正梳妆 相对无言 唯有泪千行 料得年年断长处 明月夜 断松刚 阳过不由的心中大痛 而我 而我三日三夜不能合眼 竟然连梦也做不到一个 她猛然就一月而起 奔到了断肠崖前 望着小龙女所刻下的那几行字 大声 大声地叫着 十六年后 再次重会 不弃情深 无时心悦啊 小龙女 小龙女 那是你七首次刻下的字 怎么你不守信约 阳过的音笑之威 是镇尸倒虎 可是这一几句话 他八字肺腑 指镇的山谷皆明 听得群山响应 东南西北四周的山峰都传过来 咱们你再不守信约呀 不守信约 这阳过 自来是生性激烈 此时已是万念俱灰 他心想 龙儿竟然已在十六年前 就逝世 我多活的十六年 实在是无畏之至 他望着断肠崖前那个深谷 只见骨口是烟雾缭绕 他每次到这来 从来没见到过云雾底下的谷底 此时还是这样 他仰起头来纵声长笑 只吹得断肠崖上 数百朵憔悴了的龙女花 是飞舞乱撞 当年 你突然失踪 不知去向 我寻遍了山前山后也找不到你 那时候 丁慧跃入了这万丈深谷之中 这十六年当中 难道你不怕寂寞 泪眼模糊 眼前似乎换出了小龙女 白衣飘飘的影子 又隐隐 好像是听见小龙女在谷底叫着 杨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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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伤心 杨过 双足一蹬 身子飞起 跃入了 这深谷之中 郭襄随着金轮法王 一同到这绝心谷中来 这一日 两人刚走到绝心谷口 忽然听到一个人在大叫着 你怎的不守信约 这声音中充满着悲愤 绝望和痛苦之情 郭襄听起来 似乎是每座山峰都在轻声的叫喊着 不守信约 郭襄吃了一惊 他叫道 是大哥的 咱们快去 说着 抢步奔进了谷中 金轮法王是大敌当前 他精神一阵 从背包中取出了金银铜铁签 五个轮子拿在了手中 郭襄是寻声急奔 他一边奔一边叫着 大哥哥 我来了 但是杨过宁斯悲苦 竟然是没有听见 郭襄遥遥的望着他 举之有意 他叫道 我这里上有你的一枚金针 去听我话 千万不可自定 他话还没说完 人奔到了半途 却只见杨过纵身一跃 已经坠入了下面的万丈深谷之中 这一来 把郭襄指下的是魂飞魄散 当时也不只是为了相救杨过 或许是情深一网 甘心相逢于地下 跟着他也是双脚一蹬 也跃入了深谷当中 却说五三通跃进了陆家庄 抱起了两个儿子 狂奔进了一座树林当中 忽然把小儿子武修文放了下来 单独抱着武敦儒 走得踪影不见了 武修文急忙大叫 爸爸 爸爸 只见父亲抱着哥哥 已经奔出了数十丈 远远的叫道 你冷着 我回头的来抱你 这武修文也知道父亲行事 向来是颠三道四 所以在黑夜当中 一个人在树林里虽然害怕 但是想到父亲不久就会回来 也就坐在树边等着等着 过了很久 可是父亲始终不见回来 他自言自语道 我找妈妈去 一边说着 一边向来路摸索回去 哪知道江南的乡间 千末纵横 小路弯来绕去 就算是在白天也难以辨认 何况是在黑夜里呢 武修文越走 道路越狭窄 好几次踏进了水田当中 两只脚上全都是烂泥 到后来 竟然摸进了一片树林 脚下七高八低 望出来是漆黑一团 他急着只想哭 大叫 爸爸 爸爸 妈妈 可是静夜当中 哪有人答应 只听得 孤 几声 几声 猫头鹰的提降 他小时候曾经听人说过 猫头鹰 最爱 数人 眉毛的根数 要是被猫头鹰 给数清楚了 就会立即毙命 他赶紧伸手指 沾了唾液 沾湿了眉毛 好像猫头鹰 难以数 可是猫头鹰 还是在不住的提降 他靠在树干上 伸了手指 紧紧的按住了双眉 不敢动腾 心中只是 砰砰砰的乱跳 又过了一会儿 终于合着眼睛睡着了 睡到了天明 迷迷糊糊当中 听到头顶 几下轻亮高亢的提叫 他睁开眼睛 抬头望过去 只见两只极大的 白色的大鹰 正在天空中 盘旋翱翔 双翅展开 竟达胀许 五修文从来没见过 这么大的鹰 凝目注视 只觉得又是奇怪 又是好玩 叫道 哥哥 快来看大鹰 他一时没想到 自己只是孤身一个人 在这树林当中 原来形影不离的哥哥 已经不在身边 忽然听到背后 两声低笑 声音娇柔清脆 似乎是出于女孩子之口 两只大鹰又盘旋了几个圈子 缓缓的下降 五修文回过头来 只见从树后走出一个女孩 向天空招手 两只大鹰开始脸翅飞落下来 站在了那女孩的身边 那女孩向五修文望了一眼 抚摸着两只大鹰的背 说道 好鸟儿 好鸟儿 乖鸟儿 五修文心想 哦 原来这两只大鹰是鸟儿 只见双鸟昂首顾盼 神俊飞长 站在地上 比那个女孩子还要高 五修文走到跟前说 这两只鸟儿是你家养的吗 那小女孩小嘴微绝 做了个轻烈的神色 我不认得你 不跟你玩 五修文也不在意 那伸手去摸那鸟的背 那女孩一声轻哨 那鸟儿忽然左翅 突然扫出 力道竟是极大 五修文没提防 正时摔了个大跟头 五修文打了个滚 站起来望着双鸟 心下好生羡慕 说道 这对鸟儿真好 肯听你的话 我回头 要爹爹也去捉一对来养来玩 那女孩说道 哼 你爹爹捉得着吗 五修文连讨了三个没趣 善善的很是不好意思 定睛在瞧的时候 只见这个女孩子 身穿淡绿的罗衣 静中挂着一串明珠 脸色白嫩无比 犹如奶油一般 似乎要滴出水般 双目流动 秀眉鲜长 五修文虽然是小孩子 也觉得她秀丽之极 不如自主的心生出亲近之意 可是见那女孩神色凛然又不禁感到畏缩 那女孩右手抚摸着雕被一双眼珠在五修文身上滚了一圈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啊 怎么一个人出来玩 说着转身便走 说着转身便走 五修文呆了一呆 叫道 我不是野孩子 她一边叫 一边跟在后面走过去 她见那个女孩约莫比自己小那么两三岁 人矮腿短 自己一发力便可以追上 可谁知道她刚刚展开轻功 那女孩脚步却很快 片刻之间已经奔出了树杖 竟远远的把她抛在了后边 那女孩再奔了几步 站定了身子 回头叫道 你追得着我吗 五修文叫道 我自然追得着 立马提气急追过去 那女孩回头又跑 忽然间向前急冲 躲在一株松树的后边 五修文随后也跟了过来 那个女孩瞧她跑得近了 抖人间伸出了左腿 往她小腿上伴过去 五修文全没料到 顿时向前跌出去 她急忙使了个铁树桩 想立住身子 可是那女孩右脚又出去 向她臀部猛力踢过去 五修文这一跤 一下子摔出去 鼻子刚好撞在一块小尖石上 鼻血顿时流出来 衣服上斑斑点点的 即是鲜血 这女孩见流血了 也不禁慌了神了 顿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只想到拔腿逃走 忽然身后有人喝到 福尔 你又在欺负人了是不是 那女孩并不回头 分辨道 谁说的 是她自己摔跤 管我什么事 你可别跟我爹爹说 五修文按照了鼻子 其实也不是很疼 只是见到 满手是鲜血 心下有点惊慌 她听到女孩跟人说话 便转过身来 见是一个拄着铁拐杖的 跛脚的老者 那老人两鬓如霜 形容枯鎬 双眼还翻着白 人是个瞎子 只听那人冷笑道 哼哼 你别欺负我瞧不见 我可什么都听得清清楚楚 你这个小妞啊 现在已经这么坏 长大了 看你还怎么得了 说着那女孩过去 挽住这瞎老人的手臂 央求道 大公公 求你别跟我爹爹说好不好 他摔出了鼻血 你给他治治啊 那个老者上前踏上了一步 左手抓住了武修文的手臂 右手伸直 在他鼻旁的文香穴上 按了几按 武修文鼻血 已经渐渐止住了 经过这么几按 就全然不留了 只觉着那老者的五根手指 有如铁钳 又长又硬 紧紧地抓着自己的手臂 武修文心中开始害怕起来 他微微这么一正 竟然是动也不动 当下手臂一缩一圈 使出了母亲 教授他的小琴拿手的功夫 手掌打了个半圈 向外逆翻 那老者也没料到 这小小的孩童 竟有如此巧妙的手法 被他一翻之下 竟然脱手了 哎 一声轻呼 随即又抓住了他的手腕 这一回 武修文再运劲再挣扎 却怎么也挣不开了 那老者说道 小兄弟 你别害怕 你姓什么 武修文说 我姓武 嗯 你说话 不是本地口音 从哪来的 你爹妈呢 说着便放松了他的手腕 武修文才想起 一晚上也没见着爹娘 不知道他们俩人怎么样 听老者问起来 便险些要哭了出来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那女孩刮着脸去修他 唱道 修修修 小花狗 眼圈红 要流油 武修文 昂然道 我才不哭呢 当下便将母亲在陆家庄等候敌人 父亲抱了哥哥 不知道去了哪里 而自己呢 在黑夜中迷了路等等情况 说了出来 他心情激动 说的也大致是 颠三道四 可那个老者也听出了个七八声 又问之 他们原来是从大理国来 父亲叫做五三通 最擅长的功夫是一阳纸 那老者说道 你爹爹 是一灯大师的门下 是不是 武修文 喜道 是啊 你认识咱们皇爷吗 你见过他没有 我可没见过 这五三通 当年是在大理国攻击皇帝 段志兴手下 当御林军的总管 后来段志兴出家 法名一登 但是五三通 与两个孩子 说起往事的时候 仍然是咱们皇爷 怎么样怎么样 咱们皇爷怎么样 怎么样 所以呢 武修文也说惯了 咱们皇爷 那老者说道 哎 我也没有机缘 拜见他老人家 久仰南帝的大明 好生的亲母 这女孩的爹娘 曾经受过他老人家 极大的恩惠 如此说来 大家不是外人 你可知道 你妈等的敌人是谁吗 武修文说道 我听妈跟陆爷说话 那敌人好像是叫什么赤链蛇 什么仇的 那老人抬起了头 喃喃的说道 什么赤链蛇 突然一顿铁杂 打声叫道 是赤链仙子你莫愁 武修文说 对对 这是赤链仙子 那位老者 顿时神色郑重起来 说道 你们两个在这里玩 一步也别离开 我瞧瞧过去 那女孩说道 大公公我也去 武修文的 我也去 那老者急忙说道 太黑 千万去不得 那女魔头凶恶的紧 我打不过她 不过 既知朋友有难 可不能不去 你们要听话 说完 他逐起铁杖 一挑一拐的 急行而去 武修文好生的佩服 说道 这老公公又瞎又薄 却奔得这么快 那小女孩小嘴一扁 这有什么稀奇 我爹爹妈妈的轻功 你见了才吓一大跳呢 武修文说道 你爹爹妈妈 也是又瞎又薄的吗 那女孩大怒 呸 你爹爹妈妈 才又瞎又薄呢 这时候 天色已经是大明 天间的农夫 已经开始耕作了 男男女女唱着山歌 那位老者 是本地的土著 双目虽然忙 但是熟悉道路 随行随问 不久 即来到了陆家庄前 远远的便听到兵刃相交 兵兵汤汤 打得极是猛烈 陆展元一家 是本地的官宦市家 那老者却是市井之徒 虽然同是嘉兴 有名的武学之士 却向无来往 又知道 自己的武功 不及吃点仙子 这番赶过去 只是多赔上一条老命 但是想到此事 先设到伊登大师的弟子在内 大家伙 欠伊登大师的琴太多了 绝不能袖手旁观 当下俗上加劲 抢到了庄前 只听到屋顶上 有四个人在激斗 他侧耳静听 从呼喝与兵刃相交的声音中 他听出了一边是三个 另一边只有一个 可是重不敌寡 那三个人已全然落在下风 头一天晚上 武三通抱走了两个儿子 陆立顶夫妇很是惊讶 不知道他是什么用意 可是武三娘却脸上有喜色 笑道 卓夫平日里疯疯癫癫 这回却难得通情大力 陆二娘问起原因 武三娘笑而不答 只说道 我也不知所量对不对 待会儿便有分笑 这时候 叶已经健身了 陆无双浮在父亲的怀中 沉沉的睡过去 陈英也是迷迷糊糊糊的 睁不开眼睛 陆二娘抱起两个孩子 要送他们入房安睡 武三娘道 且稍待片刻 这时候忽然听到屋顶上 有人叫道 抛上来 这正是武三通的声音 武三通 轻功了得 来到了屋顶之上 陆氏夫妇 事先 仍然是全没有察觉 武三娘 赶忙接过成英 走到厅口 向上抛过去 武三通 身臂抱住 陆氏夫妇 正在惊异间 武三娘 又抱我陆无双 抛上去 陆立顶大惊 叫道 干什么 说吧 双脚点地 连忙跃上屋顶 可是四下里 黑沉沉的一片 已经看不见了 武三通 跟二女的踪影 他拔足欲追 武三娘却叫道 陆爷 不许追赶 他是好意 陆立顶 将信将疑 又跳回到庭院中 窜声问道 什么好意 这时候 陆二娘 却已经意会 说道 五三爷 怕那魔头 害了孩子们 定然是将他们 藏到了稳妥之处 陆立顶也是当局者迷 被娘子一鱼点醒 连忙道 哦 正是 正是 但是想到五三通 抱去了自己胸嫂的尸体 却又甚不放心 五三娘叹道 卓夫自从何元嫁了令兄之后 见到女孩子就会生气 不知怎么着竟会眷顾府上的两位千金 是非我 意料之所及啊 他第一次来带走儒儿 文儿的时候 我见他对两位小姐连忘了几夜 神色间 大是怜爱 颇有关怀之意 他从前对阿元也总是这般模样的 果然 他又来抱许了两位小姐 但愿他从此转性 不再糊涂 说着又连叹了两口长气 接着道 两位 且仰仰神 那魔头什么时候到来 谁也料想不到 与其提心吊胆的等着 不如歇息一会儿 陆氏夫妇开始是顾念女儿跟姨侄女的安危 心中也举止不定 这时候去了后顾之忧 恐惧之心也逐渐的减弱了一些 敌亥之气大增起来 两人身上带齐了暗器和冰润 坐在厅上开始地目养神 过了许久 万籁聚迹之中 困厅的远处飘来一阵轻柔的歌声 相隔虽然远 但是歌声吐字清亮 清清楚楚听的是 问世间情是何物 只叫生死相许 每唱一个字 声音便尽了许多 那个人来得好快 第三句歌声未歇 一阵轻到了门外 三个人恶然相顾 突然间 蹦蹦 大门内门的双目 已经齐断 大门向两旁飞开来 一个美貌的道姑 微笑着缓步进来 身穿杏黄色道袍 那自然是赤练仙子 李莫愁道了 却说在陆家庄上 仆人阿根正在打扫天井 突然大门内侧的木栓齐断 两片木门向两侧飞开 一个美貌的道姑 微笑着缓步走了进来 身穿着杏黄色道袍 这人 当然是赤练仙子李莫愁了 阿根上前贺问道 是谁 陆立顶鸡帮叫吧 阿根退去 却哪里还来得紧 李莫愁扶沉挥动 阿根正时头骨碎裂 不声不响地死了 陆立顶提着单刀抢上 李莫愁身子微策 从他身边掠过 扶沉将两名婢女 也同时扫索 笑着问道 两个女孩呢 陆立顶夫妇 见他一眨眼之间 便连杀了三个人 明知是在前难逃 一咬牙 提起刀剑 分别从左右攻上 李莫愁举起扶尘 正要击落 突然一眼 贴剑五三娘 提着剑站在一旁 于是微微一笑 就不便在屋中杀人了 李莫愁的声音 婉转轻柔 神态娇媚 加之明眸好齿 肤色白腻 实在是个出色的美人 也没看见 也没看见他如何的提足抬腿 已经是轻飘飘的上了屋顶 陆立顶夫妇跟五三娘 一起也跃上了屋顶 李莫愁 浮沉清辉 将三件冰刃 一起扫了开去 焦滴滴的说道 陆二爷 你哥哥若是尚在 只要他出口求我 再修了何援军 这个小贱人 我倒不是不可饶了 你一门良见 如今 哎 你没运气不好 只怪你哥哥太短命 可怪不得我 陆立顶教道 谁让你聊 挥刀砍了过去 五三娘和陆二娘 也跟着上前夹攻 李莫愁 眼见陆立顶 武功平平 但是出刀劈腿 转身劈掌的架子 婉然便是当年的义中人 陆展元的模样 心中酸楚 却盼着多看一刻试一刻 若是举手之间便杀了他 在这世界上 便再也看不到 江南陆家刀法 当下随手挥架 让这三名匕首 在身边团团而转 心中情意绵绵 于是出招 也就不如何伶俐了 突然之间 李莫愁一声轻笑 纵身下了乌去 扑上了小河边 一个手持铁杖的 跛脚的老者 扶尘起初 向他进口 缠了过去 这一招 他脚位沾地 扶尘却已经攻向敌人的要害 全然为防备自己 满身都是空隙 只是他的杀招实在的厉害 倒是非要叫对方防守不可 那个瞎眼跛脚的老者 对敌人的来招 听得清清楚楚 手里的铁杖急忙横出 抖的点地 静止四丈李莫愁的诱腕 那铁杖本来是极笨重的兵人 一直是以扫打杂撞为止 可是这个老者 却运用起了刺这个字学 竟然使铁杖如箭 出招清零飘逸 李莫愁扶尘微徽 银丝倒转 已经卷住了铁杖的杖头 叫了一声 撒手 借力使力 扶尘上的千万里银丝 已将铁杖之力尽数借了过来 那老者双臂巨阵 险些把持不住 危急之中 趁时月起 深的在空中斜斜的窜过 才将李莫愁这一幅的巧劲卸了 心下暗精 这魔头果然是名不虚传 李莫愁这一招太空钓鱼 取义于愿者上钩 以敌人自身之力夺敌人的兵刃 本来是百无一失 几只经被夺下他的铁杖 却也是大大的出乎意料之外 换到 这个跛脚老头是谁 竟有如此功夫 身形非测 只见这个老头双眼翻白 是个瞎子 顿时醒悟了 叫他 你是柯震恶 对了 这个瞎眼跛脚的老者 正是江南七怪之首的 飞天蝙蝠 柯震恶 当年郭靖黄荣 参与华山论见之后 由黄药师主持成婚 在桃花岛归影 黄药师性情怪癖 不喜欢热闹 跟女儿女婿一同住了数月 不觉得厌烦起来 留下了一封书信 说是要另外寻觅 清静之处闲居 静字飘然离岛 黄荣知道父亲脾气 虽然不舍得 却没办法 当初还以为 在数月之内 父亲必有消息带来 可哪知道 一别了数年 音讯皆无 黄荣思念父亲 和师父洪七公 于是便和郭靖出去寻访 两个人在江湖上 行走了数月 不得不重回了桃花岛 原来黄荣有了身孕 黄荣性子向来是刁钻骨怪 不肯有片刻的安宁 这下有了身孕 处处觉得不方便 很是觉得烦躁 推远祸端 当然是郭靖不好 有了身孕之人 性情本来就容易暴躁 他对郭靖虽然是情爱深重 这时候却常找些小毛病 不断的跟他吵闹 郭靖知道爱妻的脾气 每当黄荣无理取闹 总是笑一笑不理 要是黄荣脑子狠了 郭靖就温言的慰藉 直到把他逗笑了为止 不知不觉间十个月过去 黄荣产现了一女 取名郭福 也就是福荣的福 黄荣在怀孕的时候 心中不高兴 但是生下了女儿之后 却异常的怜惜 适适的纵资 浇灌她 这个女孩不到一岁 便是顽皮不堪 郭靖有时候看不过眼 管教几句 黄荣却在一边护着 郭靖没管一回 结果女儿反倒更加放肆一回 到郭福五岁那年 黄荣便开始传授她武仪 这一来桃花岛上的 虫鸟走兽可就糟了殃 不去羽毛被拔的金光 就是尾巴给剪去了一些 当年清清静静的 隐世养性之所 竟然成了鸡飞狗跳的 顽童肆虐之场 郭靖一来顺着爱妻 二来对这个顽皮的女儿 也确实十分的爱恋 每当女儿犯了错误 想要折打 但是见她半个鬼脸 搂着自己脖子 说软话相求 值得探口长气 举起的手 就慢慢的放了下来 这些年当中 黄药师跟洪七公 均是全无音讯 郭靖黄荣夫妇 想起了二人年老 非常的挂念 郭靖又好几次 去接大师傅柯震恶 请他到桃花岛来 一养天年 但是柯震恶 却偏爱跟市井之徒为伍 闹酒赌钱为乐 不愿意过桃花岛上 清清冷冷的日子 始终推辞着不来 这一天 他却不等郭靖来接 自己跑到桃花岛上来 原来啊 柯震恶是既是手气不好 连赌连输 欠下了一屁股的债 无可奈何 只好跑到徒儿家来 淘寨来 郭靖黄荣见到师傅 自然是非常的高兴 留他在岛上常住 无论怎样 也不肯放他走了 黄荣慢慢的套出了真相 于是暗地里派人 去替师傅柯震恶还了赌赞 柯震恶自己却不知道 于是也不敢回到嘉兴去 闲着没事 就做起了郭福的油瓣 匆匆数年 郭福已经是满九岁了 黄荣记挂着父亲 跟郭靖要出岛寻访 何真恶说什么 也要跟着一起出来 郭福自然也磨着 一同飞去不可 这四位离了岛之后 谈到行程 何真恶说 什么地方都好去 就是家庆不能去 黄荣笑了 大师傅 告诉你吧 那些债主啊 我早就给你打发了 何真恶非常的高兴 首先得要去嘉兴 等到了嘉兴 四个人住在客店当中 何真恶向一些老朋友打听 有人说 前几天曾经看到一个青袍老人 独自在烟雨楼那喝酒 说起了行貌 似乎便是黄药师的模样 郭靖黄荣大喜 便在嘉兴城乡到处寻访 刚才您听到的是神丢侠侣 休息片刻 稍后请继续收听 老婆 我吃生饭了 怎么办呢 老婆 要不到天津健桥医院 虚重手术 我可不敢 我又怕 健桥医院是治疗肛肠病的专业医院 咱爸就在那治好的 采用如同微创 热泥足够疗法 彻底治疗 治疗肛瘡 肛裂等肛肠疾病 不开刀 不住院 预约可免费 肛程性检查 及援助二百元 电话呢 赶紧啊 85912345 85912345 大胡同东北角书店旁 剑桥医院 肛肠中心 一心一意 为爱己而生 为爱己而死 一句 他日江湖相逢 再当悲酒言欢 神仙眷侣 从此绝进江湖 今用武侠作品 神雕侠侣 小说广播正在播出 请您继续收听 这一天的清晨 柯真恶带着郭福 还有带着双雕 在树林中玩耍 不想到竟碰到了武修文 于是柯真恶 这才直奔陆家庄而来 柯真恶跟李木头 交手了树和 就知道不是他的对手 心想 这女魔头武功之强 竟不亚于当年的梅超风 当下展开了扶摩杖法 紧紧地守住了门户 李木头心中暗赞 曾听路郎这个没良心的小子说道 他嘉兴的前辈人物中 有江南七怪 武功非常不弱 收下了一个徒儿 也是大大的有名 便是大侠郭靖 这老头是江南七怪之手 果然是名不虚传 只见柯真恶 瞎眼跛脚 年老利衰 居然还接得了 李莫愁的十余招 只见路氏夫妇 大声的呼吓 跟五三娘 已经前后公道 心中便有了主意 要上柯老头并不难 要是惹得郭靖夫妇找上门来 却是难逗 今日放他一马便是 于是扶尘一扬 银丝 鼓劲的挺直 就像一柄花枪似的 向柯真哥当心刺过去 这扶尘呢 虽然是柔软之物 但是借着一股巧劲 所指的地方 又是人的周身大学 这一次之事 也颇为的厉害 柯真哥铁杖在地下一顿 借势往后跃过去 李莫愁踏上一步 似乎是尽招追击 却哪知道 抖人间 急向后仰 他腰之柔软之急 翻射后仰 肩膀李五三娘 已经不到两尺 五三娘吃了一惊 急毛挥左掌 向他额头拍过去 李莫愁 腰之清白 就像一朵菊花 在风中微微 那么一颤 早已经避开 啪的一下 陆二娘的小腹上 已然中了李莫愁一掌 陆二娘向前冲了三步 便伏地摔倒 陆立顶见妻子受伤 右手一挥 将干刀向李莫愁 狠狠地支了过去 跟着展开双臂扑上去 要抱住李莫愁 跟他同归于尽 那李莫愁是处女之身 失忆于情场 变得非常的厌恶男女之事 此时见陆立顶纵身扑过来 心中恼恨之急 调转过扶尘的柄 打落了单刀 扶尘借势挥出 唰的一声 打在了陆立顶的天灵盖上 李莫愁 联商陆氏夫妇 只是那么一瞬间的事 等柯震恶跟五三娘赶过去相救 已经是来不及了 李莫愁笑着问道 两个女孩呢 不等五三娘回答 黄影闪动已经窜入了庄中 前后的搜寻 竟然没找到承莺 跟陆无双两人的人影 他从灶下取过火种 在柴房里放了把火 然后又跃出庄来 笑道 我跟桃花岛 伊登大师都没什么过节 两位请吧 何振恶跟五三娘 见他凶狠暴虐 剃的是目自欲裂 刚杖刚尽 双双的攻上 李莫愁侧身避过铁杖 扶尘挥处 银丝早已将五三娘的长剑 卷住了 两股尽力 从扶尘当中传出来 一收一放 咔的一声响 长剑断为两截 剑尖刺向了五三娘 剑柄却向柯震恶的脸上 鸡射过去 五三娘长剑被夺 已经是大吃一惊 更料不到 这个女魔头竟然用扶尘 镇断了长剑 然后再以断剑分击两人 那剑头来得非常的快 急忙低头闪避 只觉得头顶一凉 剑头从头顶掠过 割断了一大层头发 何真恶听到金刃破空之声 急忙轮起杖头 击开了飞过来的剑柄 听见五三娘惊声呼叫 当下运杖如风 朝朝的进击 同时在左手之中 还扣了三枚毒极力 但是想到九文赤炼仙子的兵破银针 阴毒异常 自己又目不能见物 别要引出他更厉害的暗器回来 自己就更加难以抵挡 所以情势虽然紧迫 他的毒极力却一直不敢发射出去 那李莫愁呢 因为忌惮 郭靖和黄荣夫妇 所以对柯正乐 也始终手下留情 可心里想到 要是不闲心手段 你这瞎老头 还只当我有意相让 于是腰枝清白 浮沉的一丝 已经卷住了铁杖的杖头 柯正乐只觉得一股极大的力气 要将他铁杖劈手夺过去 急忙运劲往回夺 哪知道尽力刚透到杖端 突然对方相夺之力 已经不知道了何处 这一瞬间 但觉得四肢百骸 都是空荡荡的无所着力 李莫愁左手将铁杖热过一旁 手掌已经轻轻的按在了 柯正乐的胸口 笑道 哼 柯老爷子 赤练神掌 抬到你胸口了 柯正乐此时 已经知道自己无法抵挡 怒道 贼卸人 你发尽便是 啰嗦 五三娘见状 大惊赶过来相救 李莫愁越起了身子 从柯正乐的铁杖上横窜而起 身子还在弹空当中 突然间伸手掌 在五三娘的脸上摸了一下 笑道 你胆敢敢走我徒儿 胆子也算不小 说着咯咯咯的娇笑 急不起落 早已经走得远了 五三娘 只觉得 李莫愁的手掌心 柔软细腻 给他这么一摸 脸上倒是说不出的 舒服受用 眼见着李莫愁的背影 在柳树丛中一晃 随即不见 自己跟他接招 虽然只有那么几个回合 但是每一招 都是闲死还生 已然是使尽了全力 这会儿突然间瘫软在地 一时竟然动弹不得 柯正恶呢 刚才胸口也是犹如压了一块巨石 闷恶难当 当下急忙喘了数口气 才慢慢地调匀了呼吸 过了好一会儿 五三娘才奋力地站起来 只见黑烟腾空 陆家庄已经裹在烈焰之中 火势逼将过来 炽热异常 当下柯正恶分别扶起了陆氏夫妇 只见二人已经是气息奄奄 知道已经挨不过一时三刻 天想 要是搬动二人 只怕死得更快 可是又不能将他们留在此地 该当如何是好了 正在为难的时候 忽然远出一人大叫 娘子 你没事吧 这正是五三通的声音 五三娘正在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忽然听见丈夫叫唤 是又喜又恼 心想 你这疯子不知道在胡闹些什么 到这时候才来 只见五三通上身扯得是破破烂烂 脖子中还挂着 何元军婴儿时候用的那块围言 急奔而至 不住地叫道 娘子 你没事吧 五三娘已经是近十年没有见过丈夫 见丈夫对自己这么关怀 心中也是高兴 叫道 我在这里 五三通 扑到了跟前 将陆氏夫妇一手一个抱起 叫道 快跟我来 一言刚说完 便腾身而起 何正恶跟五三娘紧紧的跟随其后 这疯疯癫癫的五三通 东绕西绕 奔行了树里 领着二人 到了一座破砖窑之中 原来这是一座烧酒坛子的桃窑 倒是极大 五三娘走进窑洞之中 看见五敦如和五修文两个孩子 安好无恙 也就放下心来 叹了一口长气 尹尘